来过前见三名落海官兵失联第五天 依旧下落不明 家属心痛发声 我是海军落海失踪者 张朝玉的老婆 请海上经过的船只多多帮忙 仔细瞭望 看看他们有没有出现在附近 拜托大家了 张姓事官的太太守在军营等消息 苦等五天 心情难以平复 还有老公该回来了 外面很冷 回家吧 一句怪面冷回家吧 听了令人鼻酸 21号中午海虎舰发生意外 过了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后 海军舰指部下令继续搜救 再延长72小时 27号将会在家属出海 到落水点附近继续找人 希望军方是不是可以 往海流方向往南下去找 因为之前的案例是 那一个事官在鹅阿寮找到的 26号下午 总统蔡英文再度南下慰问完失联海军的家属 也赶往海总探视7名获救的受伤官兵 其中一人手指骨折 几天前已经开刀手术完 目前正在休养中 而其他人则是皮外伤没有大碍 但除了身体上的伤势之外 心灵层面更需要被照顾 总统会持续搜救吗 会持续搜救吗 他们就是看到总统有受情绪有比较激动吗 有家属在非常感动 总统给他们加油打气 其实他们就觉得很不错 我觉得整个士气还算很好 三名海军官兵落海失联第五天 军方仍不放弃 出动陆海空 80架飞机 76艘船舰 和319部车 总共900多人 在高雄港以南到恒春 以及小琉球沿岸地毯市搜索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人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